飞轮波网飞碟早餐 我是谭嘉龙 民国110年4月7号 星期三的时间 礼拜三的时间 飞轮波网飞碟早餐 星期三七点钟的时段 固定的我会把跟大家的 荷包有关的议题 都摆在这里 不管是科技 投资 理财 财经 产业 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一些议题 都会摆在这个地方 方便大家锁定收听 今天我们来从一本书聊起 这本书叫投资之路 当然谈投资理财赚钱的书 很多很多 汗牛冲动 目前国际知名的投资大师 权威的投资机构也非常多 如果你要在市场上面 去收集及时的一些投资的资讯心法 那实际上太多太多了 但是呢 经过呢 就是说时光的韬链 好 比如说2008年 金融海啸 有一些你以为呼风唤雨的那些投资机构 瞬间就泡沫了 就不就破产了 那能够在这时光时光当中呢 存活下来的仍然呢 很稳健的 那大家对巴菲特很熟悉 好那对于对于就是说的 Jim Rogers 你可能很熟悉 好但是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的专业的投资人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投资心法 然后呢证明了 其实我即使不是 不是开工厂 我即使不是从事服务业 但是呢 我仍然能够累积了稳定的财富 那必须要聪明 那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敢于呢 付诸于实践 好那这本呢 投资之路改变华尔街游戏规则的巨人 他叫呢 他叫呢 查尔斯 查尔斯呢 这个斯瓦布 Charles Sch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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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71年呢 在旧金山 创立了家信证券 1974年呢 他转为就说呢 折扣券商 折扣券商就是有回扣的啦 那家信呢 率先呢 提供低价高效率的订单交易 快速成为呢 全美最大的折扣券商 如今呢 他已经是美国最大的上市的投资 服务公司拥有的客户资产呢 超过三兆美元 那Schwab也是呢 民主化投资的推手 那驱使呢 许多的投资服务业呢 做出呢 许多的创新 这些创新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 个人呢 充分的储蓄跟投资 那目前呢 这家家信证券 以这种折扣券商的扩展 成为全球数百万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投资和银行业务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呢 Schwab呢 他在 他从一开始担任董事长 到2008年10月 这也长时间呢 担任执行长 那除了专业上的成就之外 他也参与很多的非盈利组织 并且跟老婆支持教育啦 然后呢 就说消除贫穷等等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公益的活动 也曾经担任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的主席呢 长达十年的时间 好 那呃 在小布希的时代 小布希呢 在2008年 小布希的总统的任期是2008年到2008年 2008年的时候呢 小布希呢 任命了这本书的作者呢 Schwab 那为这个理财素养 总统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提供总统的财政部长的建议 以促进呢 就是说呢 增强了国民的 就是说金融素养 好 那他生于这个的 加州的沙加缅度啊 那是Stanford的校友 拥有金具学的学士 跟Stanford的商学院的MBA 好 这个人呢 是是谁 但没关系 待会我们来慢慢聊 那这本书呢 是远流出版 可以说是呢 在Schwab他的投资新法 刚提到 他从1970年代的时候呢 他成立了加信证券 而今天呢 这家证券公司 一直都存活着 而且大放异彩 到现在为止呢 他成为专业的 私人理财顾问当中的教主 好 这个呢 难度很高 表示 他不是像是马多夫那种 就是说 从事私人理财的 这种的顾问公司很多 像是马多夫 马多夫的诈骗 大家很清楚 就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可能在长时间呢 都都赚钱 即使是金融还 都还能赚到钱 大家呢 不相信 不过呢 这个呢 Schwab不是 他不是那种的 马多夫骗局势的 那种的操作 他把他的新法呢 写成这本书 那让大家呢 可以循着他的新法呢 进行投资 那这本书 远流出版 今天为大家呢 导读这本书的 远流出版的总编辑 林夕你欢迎 嗨 香荣好 大家好 刚刚香荣提到 这个Charles Schwab 是哪国人 他主妇是德国人 德国人 应该那名 名字就不是英国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 在美国是很有名的 Charles Schwab 然后台湾 中文是翻成家姓 家姓 其实在香港是有 19 我记得是 80年代就有分公司 他们那时候已经在海外 分行 现在也还有 还有家姓的这个信头 其实是 我 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 当然这是 他这本身 Charles Schwab 其实很早就知道 这个名字 然后也对他的 这个事业 有一些了解 可是这本书等于是 他个人的传记 他以前写了很多 都是教人家 什么你50岁以前 要知道养钱 防老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这本书很难得的是 就是他把这个 他怎么样创立 家姓 从1971年 一直到2021年 几乎是 40年 45年 这样子的 这种 其实是都有 波折起伏的 所以我觉得是 还蛮好看的 尤其是台湾 现在这种 投资啊 证券 我觉得其实 证券业的人 都应该看一看 到底这个证券业 是怎么起来的 是怎么了解一下 尤其是台湾很多人 现在都投资美股了 他当然是主要是 美股的这个买卖 但是美国的股票 本来就是全世界性的 尤其是这种 现在我们可以上 上网就可以买到股票 自己就可以投资 他其实是 那很早很早以前 就开始了 digital 就是这个在网络上 可以买卖的 所以我觉得是 怎么样看人家的一生 他讲的差不多 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 他应该也有84岁了 所以是蛮难得 然后整本书是 蛮好看的 就是起起伏伏 然后他怎么应付 那时候很奇怪的事是 他从小其实就有阅读障碍 就是他根本就是 不知道念书看不懂 就看那个文字 看不出来 所以他自己要 要怎么克服呢 就是要把它都先变成声音 然后听到那个声音 才知道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才把它再变成文字 所以一开始他是有口级的 然后慢慢慢慢克服 所以其实很不简单 这样子的人 居然还可以去念到Stanford 商学院 还有在自己创立公司 也是他自己有那个决心 有那个创意 所以可以做出来 我提到那个 他自己说很多人都有阅读障碍的 其实后来他发现 这个阅读障碍其实是会遗传的 他后来怎么发现 他就发现他 他儿子好像有问题 有阅读障碍的问题 那因为他自己有经历过这样子的 所以那时候 他们就不是很慌张 就赶快去问那个老师说 除旧医生说 应该怎么样来解决 不过要不然有一些人就看到 小孩子有阅读障碍就放弃了 其实是可以医治的 他自己就是慢慢医好的 但你心情从小就品学兼优 书念的好 然后一直当学霸 所以就无法体会 像我们这种有口级的 或者是什么叫阅读障碍 像你们这种好学生一定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 所以我要看人家怎么样经历 就是觉得我们这些 就是功课 功课烂 是我们什么看完 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 好了没有 我再开玩笑讲 我是说 现在我们大概比较理解 就是说人的大脑是很奇怪 就是说有些人 你会想什么叫阅读障碍 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看 怎么会有阅读障碍呢 是你不想看吧 是你坐不住吧 可是你要知道 在我们念书的那个年代 我们真的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总觉得 怎么可能会有人 看不懂字 都在真教你的 怎么可能会有阅读障碍 那就像有很多的 很多的学习过程当中 比较不太正常的 有的人不是阅读障碍 有的人是在 是在视觉的辨识上面 会有障碍 那种辨识障碍就是说 他看到的人不是人 他看到的书不是书 他看到什么东西 就不是什么 那会觉得那装的吧 不可能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 他确实是 尤其有阅读障碍的人 并不算少 就像我们在看到 有些人可能有 妥瑞士症 会不断的发出声音 明明就是很斯文的人 家教很好 可是会不断的 骂脏话 骂三字经 那些其实都是一种病 现在我们对于 人的大脑的 这种的病症 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一点 然后在 也面对他的态度 也宽宗一些 不会像过去觉得 在课堂上面 好像你就是 调皮倒 导弹 故意制造声音 干扰上课 或者是自己 不写作业 不学习 然后故意在那边 导弹 好吧 当然这个作者 他本身有阅读障碍 表示那个学习之路 会比一般人要辛苦很多 对 他是蛮辛苦的 尤其在传统那种 没有影音的时代 你想他求学的年代 影音并不发达 那几乎都要靠文字 那如果你的文字的 阅读能力不好 那个学习 几乎就无法进行 对 所以我就是很好奇 他那时候 可以进入Stanford 然后Stanford的功课 是很重的 他就想一个办法 别人在那边 他要一方面听老师讲的 又要把他记笔记 怎么样把那个声音 画成文字 然后他写的又慢 就很困难 那可是有一次呢 老师就有一个题目 要他们做报告 他就觉得他用一种方式 就说他不要做那些细节 他就是抓大的 就是概念式的 那他写的那个报告 只写了两个配局 别人都写了几十页 就有一次老师说 好我们现在画报告 给大家成绩公布 这边有五份 是写的很好的报告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他就想说 那我去看看别人 写的怎么样嘛 没想到他自己的 就在那里 就是那个五分钟的一个 然后他就说 突然很有自信 对对对 他说 我这样子概念式的东西 原来也是可以 可以成功的 老师也会知道说 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 然后用我自己的话 把它写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他说他没有办法照稿念 他就是 但是他如果知道了解 用他自己的话讲出来 这就比较容易 你以前一定会做笔记 对不对 我会做笔记啊 你一定做得很好 对不对 我笔记做得不错 对想要看也知道 就那种那种讨厌的学霸 随便你这么讲 没有 我是说 我说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因为这个人的成长 跟学习过程很特别 因为 因为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通常做笔记 老师就用亚雄做笔记 你也会觉得 如果不做笔记 好像没办法交代 然后笔记呢 就算没有功劳也要有苦劳 就是反正一定要做得很整齐 很漂亮 我看过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看过一些的 一些的学霸的笔记 都像本书一样 也不是笔记 有些人就直接写在书上 我是 你是写在书上 我是 可是有些 那种有些老师是 要看你的书上 有没有念呢 是写越多表示你越认真 也有这样子 不是看你的 不是看你的笔记 是看你的书写的多不多 对 我就是习惯在书上 东画西画 都把一本书都画烂 但是我现在慢慢能理解 就是说 有些人真的就不是 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 在书上画重点 对 我慢慢能理解 他不是不学 他就是没有办法 用你的方式学 用以前我们那种标准化的 学习方式 好吧 那这个书书 好 那他有这种的学习障碍 然后之后呢 他为什么能够 在Stanford 因为Stanford最有名的是投资 Stanford 我之前讲过 他其实到现在 我当跟书书的语书的时代 已经差了半世纪以上 可是现在的Stanford 是全美国顶尖大决 他除了 当然哈佛商学院很有名 华顿商学院很有名 Stanford商学院很有名 商学院有名不奇怪 而是Stanford的 Stanford的鼓励学生的 创业投资这件事情 对 他们的学生有22% 在毕业之前已经成立公司了 这个比例非常惊人 是啊 那所以他他来自一个 其实非常重视 鼓励孩子 学与致用的学校 这可能跟他是有关的 他其实你说他 怎么能够进Stanford 他其实是靠高尔夫球打得很好 所以并不是他学业成绩很好 他是有一年他就喜欢就是玩一玩那些球类 高尔夫球打得不错 结果那个刚好有一个机会 他们说高尔夫球不错 他就进去 然后他进去Stanford是大学部 他发现哇 这个太好了又可以打球又怎么样 就真的是每一天都花在打球方面 他就觉得说不行 因为Stanford都是极端聪明的小孩子 你功课就是一落千章 他甚至拿到F或是怎么样 马上要被退学 所以后来就 结果他父亲说 你不能再只打球 你一定要开始用功读书 所以他就开始很用功读书 就我说的用他的那种概念式的方式 逼着自己把他所了解的就写出来 所以他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 不过刚刚讲的是他的这种求学的经过 最重要是他怎么会走到投资这条路 他说他从小就对投资很有兴趣 他爸爸有时候给他看一些投资的书 他也去看一些投资的那些大亨的传记 就想说我如果可以把一些钱从小变大 那不是很好吗 他那时候就有这样子想 甚至他去打工的时候 卖东西或者是到养鸡场去工作 他都会去想要怎么赚钱 所以那时候可能 就是也许那个时候 1960年代经济都很苦 所以爸妈也是移民 所以大家没有想要说要怎么投资 可是他突然就有接触到说 如果买股票 那股票这样长期放下去 就可以变大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毕业以后 他就去参加一个 好像是一个理财机构 他帮他写报告 写分析说你可以买什么东西 就是有点像是财务分析 他就发现这样子蛮多人看的 那我干脆自己去创业好了 他就自己跟两三个人也是做这种财报啊 或者干嘛 可是没多久 他说这样也不够啊 我还是想要投资股票 只是做这些 这些report或是什么 还没什么意思 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最重要的是1975年 他开始投资 他一直觉得美国很奇怪 都需要有股票经纪人 那个证券 美国证券是不能够自己买的 所以1975年5月1号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期 因为1975年5月1号 美国的那个等于证券管理公司 就是说不要再限制 说一般人不能买股票 没有限制佣金的多少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这边说 以前的佣金是很高的 比如说有10%的抽成 都是给那些经纪人 就是华尔街的那些股票的 帮你做的 他说10%里面 其实有4分之3呢 都不是到经纪人手里 4分之1 其中有个4分之1 是给提供你这些财报 或者什么的人 然后是他们的娱乐费 或者是什么 就75%都是浪费在别人身上 真正可以得到就是25%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我只赚那个25% 我只要折扣 我的佣金是有折扣的少一点 那我不是可以更多人来买我的股票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创立他的大姓 就是我们这个翻成是加姓 这是Josh Schwab 他那时候开始创立 1975年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是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很会利用这个时机 哪一个新闻 也不是新闻 就是那时候有什么法律 然后有什么创意 你可以看一下在前面 他的家信时间轴 你就可以看从1970年开始 他怎么样创 然后怎么样走走走 一路这样子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虽然不懂 不大懂这个创造 或者什么 可是看了这个东西 让我了解说 原来证券院是这个样子 慢慢来 然后美国也实在是经过 很多不同的这种演变 才会到现在 所以等于是看一个 美国的证券史的发展 或是金融史的发展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好玩的地方 好在我们现场是林欣勤 林欣勤是远流出版的总编辑 当然我要 我之前在访问林欣勤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你不要听林欣勤讲的 头头是道 他自己是不做投资的 我现在 我发现投资好像是 变成是全民运动 所以还是要做投资 你也开始做投资 我也开始做投资 但是我不会自己看 不是像你这样子 交给专家去 他可以这样子分 当然现在就说 不管周围的朋友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是自自己进场 就散户自己进来 那当然在这本书里面 谈到的就是 早期的时候 我们几乎一定要 透过一个营业员 透过一个经纪人 然后会不会抽走 固定的佣金 但是慢慢的 大家觉得 佣金不该抽那么高 市场竞争的关系 就开始出现退优 好吧 那台湾的政策市场 也是一样 退优 大概实际上面 你的交易 跟他原定的佣金来讲 有时候可以退到 三成四成 甚至如果你的交易量大的话 退优 基本上面 交易量越大 退的比例越高 不过这个 重点在于说 投资这一件事情 它是全民运动 但是当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 包括现在我们讲的 讲的这 Charles Josh Wab 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上面的盲点 或者是陷阱 其实在你现在理解 这些所谓投资专家的时候 是至关重要的 什么样的盲点 跟陷阱 然后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防御心情 好 飞龙默飞鸡早餐 我是林耀龙 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我们来聊钱 就跟钱 跟你荷包有关的议题 我都摆在星期三的七点钟的时段 好 今天呢 透过这本书 那请这个 远流出版的总编辑呢 林兴行呢 再为大家做导读 这本书呢 远流出版作者呢 是这个Charles Schwab 那Charles Schwab 对象讲 他是德国裔的背景的美国人 那他这本书呢 几乎是他的传记 当然他在 他在证券业 在投资业来讲 赫赫有名 那这本书等于是他的传记 有点像是 你看到巴菲特的传记啦 或者是 你看到这个 就是说呢 就是一些的 一些专 一些专家的管理大师的传记一样 他把他的这个 成长的背景 心路的历程 你不要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说 怎么样的环境 养成了他对于投资 这件事情感兴趣 好 那投资之路 改变华尔街的游戏规则的巨人 查尔斯 施瓦布 但是我刚刚讲就是说 我因为我们做 做节目 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人 我有时候会很谨慎 就避免大家 大家 大家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 觉得投资很容易 没有 觉得我只要看这本书 我只要买了这本书 看了这本书之后呢 我就可以跟 查尔斯一样 我就可以呢 我就可以呢 几十年的时间呢 长线呢都往上 我刚刚讲到就是 他有他有几个盲点跟陷阱 是你看类似的这种的 所谓的投资大师的时候 不管你看的是巴菲特传 或者你看的是谁都一样 你要第一个你要认识到就是说 你看到这些人的年纪啊 他们的投资的理财的起点 他是在一个二战之后呢 全球经济的长线的大多头 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 会有一些的短线的波折 有的时候会出现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一 偶尔会出现的暴跌 也会出现金融海啸 亚洲金融风暴会 可是那些的短期的波折以外 即使有景气的循环 可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他是一个超级长线的大多头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投资时间够长 就像是巴菲特讲的 就是影响你投资的效益跟成败 最关键的因素是时间 就是你要能够越早开始 而且你要能够选对国长线的持有 你看你即使在当时 选的一些非常的传产 不是像是Apple 这种的Google 这种的超级新兴的网络 或者说资讯电子产业股 你即使买的是娇生 买的是可口可乐 买的是麦当劳 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 你仍然赚到了非常非常惊人的财富 他在一个长线大多头 对 第二个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的这些 呃成功的投资专家 嗯 他们几乎都是美国人 美国人 没错 好 那这个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的龙头 华尔街 他是在全球经济的龙头 你为什么不会看到一个巴西人 阿根廷人 俄罗斯人 然后写说 他在过去几年里面靠着投资 然后赚取了巨大的财富 为什么 他再厉害 他在那个市场里面 他都不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嗯 换句话 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 他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龙头 他又在战后的一个战后的经济的重建的一个长线的大多头里头 嗯 所以他相对而言 他的成功要容易很多 我不是说他一定成功 我说最少他有他的那个大环境 不在那个环境里面的人 你连这个机会都不会有 对 他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含义就是 我不晓得林先生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嗯 最近市场上面 大家在有一种讨论就是 哇 就是好像谁谁谁很厉害 然后呢 过去三年没赚很多钱 嗯 可是专家都会问你 就说 你就这三年吗 因为这三年是全球股市的大多头行线 嗯 嗯 那你像台股从之前的低点七八千点 现在已经涨一倍了 对 美股呢 也是从美股在欧巴马要卸任前的时候 那时候才七千多点 现在涨四倍了 嗯 嗯 OK 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即使是用傻瓜投资法 买了之后呢 你报个报个报个三年 报个五年八年 你什么都不做 你基本上也都是得获利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 市场上面的失败者非常少 嗯 嗯 不成比例的少 所以你听到的都是成功的故事 嗯 那我只提醒你就是说 这种的成功的故事呢 现在充斥在你的身边 嗯 嗯 每个人好像都很会在股市里掏金 可是你要知道 它是个大多头行情 它不符合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说当退潮的时候 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因为现在在涨潮 嗯 涨潮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很happy啊 每个人呢 都都是衣着完整 还没有到退潮的时候 是 所以你在看待这些呢 投资说的时候 你要认识到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美国 绝大部分呢 成功的投资家 大概都有几十年的投资经验 它的起点都是在整个经济爆发期的前期阶段 最近这几十年的时间 国际的投资投资方面的出版品 最有名的不是美国 就是日本 日本呢是赶上了泡沫基金的经济 在八零年代之后 也有许多的日本的投投资专家的故事 嗯 可是除此之外 你几乎就不会看到了 嗯 为什么 因为那跟你的所处的那个环境 的那个总体低音经济条件 是不是在一个常见的大多头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 我讲完了 好 你刚刚提到的巴菲特 就是职业投资官 巴菲特跟他很熟 他就是长久以来就很佩服这个Charge Schwab 他说你看这本书就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经历过这四十年来 所以他们都是很长期的 那这Schwab他本人呢 当然他也不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那时候1980年 他说那时候到Jones才一千点 是 才刚破一千点 没有错啊 所以现在可以到一万多点 这个他们也是风风雨雨啊 他还他那时候刚创立的时候 他之所以跟人家不一样是 他觉得他服务的顾客是全新的一群人 那时候是1975年 那时候像美龄证券啊那些什么 他们也是说要把顾客引到这个什么华尔街要要怎么样 可是他就是一个独立投资者是就是本身就像你这样 对市场有热忱想要掌管自己的财务 自己要做研究选股票 他不想要去听那些证券经纪人的建议 所以他才成立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为独立的这些客户所做的 那他可以把他的佣金压缩下来 那很多东西就是从1975年他刚开始也也很不错啊 可是还是有一些弱点一直到1980年 1981年他不把自己的公司卖掉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弄下去了 因为也许是他扩张太快 他去数位化啊要需要很多系统啊 他是第一个用这个IBM的那时候的很大的一个 这也是一个新创他就是有那个创意 可是他曾经在1981年是美国银行用5500万美元 来并购他这个家信 他那时候很高兴 他当了美国银行的董事 可是那时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一股是24元 可是过了过了几年五年 美国银行跌到多少11块 他们等于是资产等于是缩水 他把他自己公司的资产卖给人家 他去做那个他的执行董事之类的 就发现不大对 美国银行当然有很多问题 不是美家都好的 所以1980年 现在连德意志银行都有问题啊 对啊 这个所以不是金融界那么容易的 所以他就是等于是在讲说 这个几十年来 这个美国的金融界是怎么样的起起落落 连那个美国银行那时候把他买下来 他们很高兴 结果发现跌了一半 那他就觉得说 我要把他买回来 所以1987年他用他自己的钱 到处去借款 把他买回来 本来美国银行不想让他买回去 就他当时卖给他的时候 有个条款就说 我是要卖我的这个人头 就是我的名字 还有我的照片 所以他们就走这个华率的这种并购的那个合约 他说你要卖给别人 他本来要给他公开拍卖嘛 他说如果拍卖的话 我可能要出更多钱嘛 才买得回来 结果他就说还好我当时是说 我卖给你的是完整的 不能破坏这个Charles Schwab 还有他的我的人像权之类的 所以他1987年又把他买回来 所以这个也是风风雨雨 我就说他有时候就是那个时机让他起来 可是又有一些股票大跌 然后87年 他他那时候没办法 他就自己买回来以后又开了自己的公司 等于是叫做家信 家信就是投资之类的 我现在忘了名字 投雇 然后在香港还开了一个第一家分公司 所以好多分公司已经是十几家还是多少 所以他从一个小小的个人这种投资 能够成长到那边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 那时候他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客户 叫王德辉 我不晓得 就是在1987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刚好是美国那个 有一个黑色星期一快来到了 1988年 可是他们是之前还好他已经把他买回来了 可是买回来以后他海外还是有一些问题 像王德辉 他就一下子没办法付清 就是以前你如果买的资金 你又要去有保障金啊 或者是一些一些凭证 他那时候欠的差不多两亿美元之多 那非常大的钱 很大的钱在1987年是蛮大的 可是他就是想办法想要去把他讨回来 就他们在香港也有派代表啊 或者什么 结果讲了讲去好像要回来了一亿吧 也是他们也是自己抽钱 所以也有碰到不好的客户 也不是不好 那个客户很好 可是就是他一下子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转不过来 所以就就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不容易他卖给美国银行又把他买回来 这个也是很大的决心 本来大家觉得说我卖给大银行就好了 我就可以赚钱了 对高枕无忧 对那不是他被并购了以后 他还是去那边管理这个公司 那他管理公司以后就看到他们的财产一直缩 然后美国银行是一个很保守的 他以前可以随时说 我这个执行长 我说怎么决定就好了 美国银行是很多官僚 说你要提财报 你要提什么预算 要怎么样 就等于是很多障碍 反而让他没有办法放手去做 好 当然投资这件事情 每个人要投资都表示 大家意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性 其实每个人 尤其现代人 大概都在追求某种的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的时候会让你生活当中会轻快很多 没有后顾之忧 那不为五多米折腰 那也不用担心那种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的窘境 可是他也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我只说我们在看到这些投资书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是大师中的大师 但是大师中的大师 我刚才提到过 他们几乎都有共同的背景 他们几乎都有够长线的投资 他们几乎都有一定的阅历 他们的投资大概都从上个世界 六年代七年代开始 还有就是他们都是美国人 那他们的普遍来讲的都享受了二战之后呢 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的长线 大多头的经济发展的果实 表现在他们的投资上面 如果他们不是 他们是某个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是在印度 他们在开发中国家 在非洲 你放心他没有成功的机会 大环境非常的重要 就浪头来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有浪 第二个你要懂得冲浪 这是我常常讲的 要冲浪的人比较有浪啊 你说我很会冲浪 可是没有浪没有用 那因此他有那个浪 而且他也很会冲浪 这两个条件 才会成就出一个非常伟大的 成功的投资专家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您亲情聊 好 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嘉龙 今天礼拜三的时间 我们来看这本的 Charles Schwab的 他的投资之路 你可以说是他的 他的投资理财 他的个人的传记 也可以说是他的 投资经验史 好 但是这本书 远流出版 在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远流出版的总编辑 林欣请 这我问一下 因为他书里面 谈内容很多 但是我要问 他给投资人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他 他就像你说的 他认为股票 到头来一定会成长的 所以他叫你要有耐心 对对对 就是时间很重要 他说如果 17年前或是几年前 如果那些人 不要把我的股票卖掉 现在不知道是几百倍 或是怎么样 所以都有这样子的讲话 你说巴菲特 巴菲特也是这样说 巴菲特也问他说 美股这样三万点 会不会太高 以后怎么办 巴菲特说 如果我可以再活50年 那我告诉你 美股会到100万点 对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 对这个美国 或是股票的成长 都是有信心 也是因为相信这样子 所以就是 要长期持股吧 当然要选定好的股啊 他也会 也会做这种东西 不过他比较是 替那些客户服务嘛 所以他的这些 不只是他自己在选过 而是他对于 这些顾客的服务 是很重要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客户为重 那客户需要什么 他减少他们的 这个要读 自己去读这些年报 或者做这些 什么评估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 他们这些事情 然后佣金又少一些 让他的这个客户很满意 那他还有抓住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是 美国那时候 2000多少年的时候 有一个退休账户 个人退休账户 以前是个人的退休账户 不能拿去投资 或是免税 那年开始可以 所以就是 只要你把你的 40K 就是401K 就是那种退休钱 拿去投资 有2000块是免税的 所以就又一堆人 冲进来 他们就是看到一些 美国的一个法律变化 或者是 包括大家人有钱了 然后就觉得说 我们可以往这边冲 就是他这个公司 是比较有创意的 所以怎么样 去赚到顾客的钱 是最重要 只要投资的人 愿意把他的钱 放在他这边 他帮他理财 就好 可是你怎么样去吸引他们 他也是想了好多办法 除了是 他是第一个 最早用网络 让人家可以在线上投资的 这个也是一个划时代的 当然 现在虽然已经是时空见惯 对对对 可是他是第一个 然后一方面是 他是就是住在Stanford 他们就在旧金山 跟Silicon Valley 那些科技股都很熟 所以也比较知道 那些趋势是怎么样 那他能够找到好的时机 然后看稳这个成长 他的客户以前才多少个 我看他的人一直成长 但是成长到后面 不知道是两万多个员工 那时候在一开始只有二十个吧 然后变成一千多个 他就觉得很多了 到两万多个人 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因为他花 花在这个人事上面 就很大 他甚至有一次 因为他们会去设立分行 然后那个分行呢 就会在那边 买那个房子啊 或者是什么 结果有一天 他看到他们分行的一个服务人员 就分行的经理好了 居然会在当地的那个地产的杂志上面 是登上封面 他吓了一跳 他说 哦 因为我们的公司 这样子的壮大以后 我们连分行 大家都发财以后 大家变成是往别的地方去走了 但他觉得有为 他本来公司成立的这个初衷 所以他又把他拉回来 所以好几次向他执行长换一个人 他就不断的扩张 很有创意 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收尾 所以他自己又去当了执行长 把他拉回来 所以有一次他们也是负债累累啊 负债累累到怎么样弄起来 但后来他那时候是很害怕 美龄证券 那时候是最大的 他是觉得他这是那种大鲸鱼 跟他搏斗 可是后来美龄证券 也被收购了 可以说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了 刚才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 你这回头来看的时候 许多在2008年以前的庞然大物 2008年瞬间就崩溃了 所以投资这件事情 不管你的肌肉再大磕 你的本钱再大 他突然发生的时候 让你应变不及的时候 就跟恐龙碰到了大灭绝一样 不过讲投资这一件事情 因为许多的投资专家都告诉你如何选股 价值型的投资 长线持有 这些大概都是司空见惯 但是现在的投资市场 允许就是说投资人 只要你有耐心 你即使不懂选股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可以买大盘 你去挑市场 你不用去挑个股 如果你挑对一个成长的市场 比如说如果你几年前 你挑中国大陆市场 或者未来 如果你看好 我只会举例 有人看好印度 不过可能比较看好俄罗斯 好那没关系 你挑了之后你就放着 不用几十年 你也许放个十年五年 回头去看的时候 那些的你种下去的稻子 麦子应该都结 结石累累 好这就看了 你有没有那个耐性 以及你的资金的弹性 够不够 只要够的时候 其实长线持有 买大盘可能是最方便的方式 好当然这本的投资之路 这Charles Schwab 那他的他的几乎是传记 那他的成功之路 那写成了这本的中文翻译呢 叫做投资之路invested 那他有个副标题呢 叫做Changing forever The way Americans invest 那这远流远流出版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当做是你在投资时候的参考 但是短时间之内 因为全球的大多头 不要对自己的投资 绩效呢 太迷恋了 需要等到空头来的时候 才知道 自己能不能进来去考验 感谢来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明星 感谢来进广告回的新闻